曾经提见又复工的核市场安全性能引发了民众的关心 台湾反核团体也号召了民众走上街头 表达了推动非核家园的决心 洛杉矶的台湾同乡联谊会则是特地在洛桥中心 举办了海外核能专家解析台湾核能议题的研讨会 同时邀请到了旅美的核能专家 学者共同以核能的专业为台湾的核安来打卖 就在日本311辅导核贼 建满两周年之际 全台北中南东各地 约有20万人走上街头参与反核大游戏 而这股捍卫家园的情绪也延烧到海外 洛杉矶台湾同乡联谊会 特别举办台湾核安研讨会 邀请旅美的核子工程权威 与曾在核能研究所服务的专家们 探讨核电面面观 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核子工程研究所 现任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 护问会总召集人 李炳信建议政府要以核安做前提 提供充足资讯取得民众信任 毕竟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 能源有限 在太阳能以及风力都还没有成型之前 国力发电又会有破坏生态的问题 所以核能发电在现在 在这个阶段似乎是台湾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如何能够让广大的台湾人民了解 核能本身它安全上是有很高的要求 不同于台湾民众反核的声浪 这场台湾核安研讨会诉求理性 会长陈田斌希望核能不要流于情绪 而是回归专业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副总会长 吴淳远则表示 无论是火力水力风力等发电方式 在排碳及生态环境上造成的影响 同样受到环保人士质疑 政府应该向民众说明替代能源的规划时程 而清华大学辐射生物研究所前所长 于齐康博士则认为 核电的装置能有效终止任何风险性的威胁 目前最重要的是三个核能电厂 已经到年年到了 已经盖了三十年了 马上要除掉 那么台湾核能其实用核能的地方太多了 可是核能在我看 是最安全的一个发电能量的地方 你问问看台湾许多朋友 在核能方面做事的 电厂里面做事的 他们发生问题没有 有没有污染问题 都没有发生过 这场研讨会 多位关心台湾核能发电 及核岸的侨领都到场聆听 不管核电何去何从 大家唯一期盼 政府能在民众忧虑 与实质发展所需当中取得平衡 台湾官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 台湾核能